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奇花出胎 妙造自然 品文化正在为您推出的是海派剧情画家任伯年 任乙 出名 润 字 小楼 后字 伯年 浙江山音人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 在四任中成绩尤为突出 是海上画派的佼佼者 父亲任生贺是民间画像师 大伯 任雄 二伯 任勋 均是名声显赫的画家 任伯年的绘画发任于民间艺术 他重视继承传统荣汇诸家之长 吸收了西画的素写 涉色诸法 形成自己风姿多彩 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 任乙 字伯年 大家现在熟知的呢 是他的字 叫任伯年 他出生在1840年 他的家呢 是一个商人家庭 他的父亲据说是一个米商兼画师 从小他就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阔碍绘画 他出生的年代 恰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年代 他是浙江萧山人 到他22岁那年呢 在战乱当中 父亲呢 去世了 而他呢 进入了太平军 据说他在太平天国的军队里 还当过棋手 以后呢 他来到了上海 学画 作画 卖画为生 在他不到30岁的时候 已经就想欲护上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 人伯年作画 一方面受传统绘画的影响 据记载呢 他的学画的老师是 肖山二人 这肖山二人是仁勋和仁雄 据说呀 这个仁伯年刚到上海的时候 为了维持生计 曾经呢 就仁勋的画 到市上去卖 结果恰巧呢 就被仁勋看到了 据说这个仁勋不但没有怪罪他 反倒爱惜他的才能 收他为徒 这是呢 传说 和事实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出入 那么他师从于仁勋 仁雄 同时 他的绘画又学了 明代末年 清代初年的画家 陈红寿的画法 这是呢 他绘画当中的一部分史诚 另外一个方面 仁勋年取得绘画的高度的成就 还与他学习西洋绘画的手法有关系 据说呢 他有一个好友 叫刘德斋 这刘德斋是当时 画界的一个较为有名的画家 那刘德斋的画的特点 就是擅长素描 有着脚深厚的这样西洋绘画的功底 仁勃年与刘德斋交往 就受了他这方面的影响 据说 他每次外出的时候 都要拿着一个手折 遇到好看之势 遇到好看之劲 让他心动之劲 便掏出铅笔来画 那这个做法 大家就知道 这是西化的素描的功夫 也有记载说 他曾经用三臂铅笔来画像 那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刻苦的训练 学习 使得仁波年的绘画 从造型的把握上 应该说是高度写实的 是与传统的画家不一样的 有突破的 一方面用传统的比译 另一方面 所以西洋绘画精准的造型 就使得仁波年的绘画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卖画类生的画家 仁波年的画题材非常的广泛 他的绘画涉及到 人物 花鸟 山水 他的绘画当中 最受人们称到的 是他的人物画 他的人物画题材多样 无论是从题材上 画法上都有突破 他的父亲是一个民间画师 但是仁波年的人物画 已经突破了 过去中国传统人物画的 一个限制 他画的人物 画肖像 可以是正面 也可以是侧影 既可以画在 坡石之间 也可以直接就画一个独立的人 从高土上 打破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思维 形成了一个灵活多变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而由于他学习西画素描的 这样的一个功底 使得他的绘画 造型极有格性 并且据说 他有一段时间 迷上了用紫砂谜 来捏素人像 他的父亲去世很久了以后 他捏素的父亲的形象 画出的父亲的形象 依旧是传神生动的 他的人物画题材 非常的丰富 即画历史的题材 画那些历史上 受人们赞誉的题材 也画呢 传说中的人物 同时 也画现实中的形象 每种形象 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任伯年的绘画 发任于民间艺术 他重视继承传统 融会诸家之常 吸收了西画的素写 涉色竹法 形成自己 风姿多彩 新颖生动的 独特画风 不仅能取民间吉祥题材 还能以 勾勒 泼墨 粗细笔 掺用等手法 描摹 紫藤鸳鸯 池塘睡鸭等 田野世界 他与人熊 人熏 人欲 并称四人 风格相似 享誉 海内外 那么 他的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赏中华美景 品东方文化 他 血骨而变 取阳而化 他 我之为我 自有我在 他 奇花出胎 妙造自然 品文化正在为您推出的是 海派剧情画家 任伯年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人物画 任伯年的人物画当中 他很喜欢画苏武牧羊 苏武的形象 到了他的笔下 我们能够感觉到 任伯年 对这个人物的 那种 敬仰之情 赞颂之情 画中的苏武 一直是 无论是 在 荒原当中 还是 在 牧羊的 这样的 环境下 一直 手捧着 使节棍 从未有 片刻的 放下 我们看到 苏武 坚定的表情 看到他 用心的 持着这个 使节棍 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内心的 那一份 不屈 那一份 刚正 那一份 不畏艰辛的 这样的 民族的 气节 在当时的 任伯年生活的 社会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是 有所寄托的 苏武的题材 离不开 羊 任伯年一生 画过很多的羊 但 在这里边 他所画的羊 与 其他 画幅当中 单独画羊的形象 是不一样的 这些羊 围在苏武的边上 他们的表情 不是活活的 不是那种 欢快的 他们的表情 羊 都有一些 无精大才 其实 这都展现了 他对苏武这个人的理解 在那样的一个 艰苦的环境下 依然能够保持住 斗志 保持住 高尚的节操 在苏武牧羊图中 苏武被刻画的 英气逼人 顶天立地 凸显了苏武的气节与风采 而画中的杨羊群 只是 抒情的 陪衬 任伯年 不是按苏武当时的 本来面目 去恢复历史的真实 他心目中的苏武 是面对着 像法国这样 觊觎着中国的 侵略者的英雄 因此 经他处理后的苏武形象 是高大魁梧的 目光是警觉的 这细节处理 正是任伯年 创造性的体现 任伯年的画中呢 他还喜欢画中魁 中魁是民间传说当中 人们很喜爱的一个题材 而任伯年画的这个中魁 形象是多变的 他的中魁图 有的手斥宝剑 有的呢 以脚踩轨 有的呢 用手来抓轨 还有的呢 把宝剑含在口中 那我们看到的这些形象 每一幅都各具形态 我们来看一幅中魁图 这个中魁的样子 和通常我们看到的那种 刚蒙 威武的形象 不一样 他画中魁 翘着二郎腿 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画法是很有意思的 中魁 衣服是用了淋漓的墨 画出来的 即大笔墨画下来 似乎是一个老者 翘着二郎腿 闲散地坐在那 可是呢 大家在看这个中魁的头 就不一样了 他的头 微微有一点偏 中魁的眼神 眼睛还是很大 胡须 还都飞扬着 那么他的眼神 和他微偏着的头 我们能够感觉到 中魁的警觉 中魁似乎在听 那这又呢 从这个细节的表现上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刚指的 一个极恶如愁的 这样的一个中魁的形象 那我们再来比较 他画的中魁图 宝剑含在嘴上 用方折有力 迅捷的笔处 画中魁的衣文 画中魁呢 抓鬼时候的形象 怒目元争 威风凛凛 那从这个形象上 我们可以感觉到 苏苗对于他的影响 中魁本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 可是呢 在这里边 我们看到的中魁 似乎又有着 现实人的形象 是一个壮汉 是一个大汉 是一个坚定 威武的形象 我们看任波年 画的人物 不仅仅是这样的题材 我们还可以看一幅 他画的女娲补天图 女娲的形象 家喻户晓 我们都知道 她是呢 传说中 人类的始祖 那么在这里边 她突出了 女娲补天的 这样的一个功绩 在传说当中 女娲是练五色式补天的 那这个里边的形象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 女娲的整体形象 女娲坐在地上 而任波年在这里 用方折的线条 来画女娲的衣纹 让我们感觉到 端坐在地上的女娲 似乎自己的身体 就化作了石头 化作了那可以补天的 五色石 于是我们感觉到了 这传说中的石族 她补天 以身 化石 这样的一种 惊天动地的情怀 而从面部上来看 女娲的表情的肃穆坚定 也又强化了这一个主题 这个女性的形象 她源自于 陈红兽的画法 当然我们说 她又与陈红兽的那种 较为夸张变形的 女性的面容不一样 这是我们说 她画传统的题材 画神话的题材 在人物与环境之间 人与敬会 情景交融 这种构图新颖独特 在利益上 已先高出一筹 为突出主体 任伯年可谓 单精节律 苦心经营 女娲的目光 凝重深沉 那坚毅挺起的 头部和身躯 显示她将担负起 消灭除害 救免于水深火热的 崇高使命 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 寓意深刻 显然是在影射 当时的社会现实 敬请下期节目继续收看 品文化为您推出的 海派剧情画家 任伯年 任伯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